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近啊 生命周遭出現很多朋友開始吃蔬食跟素食 那這個蜂巢呢 朋友也漸漸推薦我來的這家公關19101 在網路上稍微做了一下小功課 發現它這邊的臭豆腐啊 跟它的猴頭骨特別有名 那我們今天就事不宜遲帶大家來這邊看看吧 那看看他們今天的私房料理有些什麼新特色吧 走 好 現在我們來到了素食三廳蛋白廚房 那我們很榮幸的邀請到了我們主廚廖先生 掌聲加緊張 哈囉 那我們現在要邀請到主廚來幫我們講解一下 他當初開創這家店的一些理念啊 跟想要表達給客人 一些他的料理上的一些想法 那我們有請廖大哥 謝謝 那因為我們年輕的時候啊 都喜歡吃重口味的餐點 所以把身體這個糟蹋了 所以就是我誕生這個理念要做友善的餐廳 他的重點就是第一個用友善的食材 優先用天然有機的或無毒的或大腸認證的 友善製作就是要能夠達到少油 少鹽 少糖 少鹽 少鹽 還有低度製作 再來就是要用友善的分享 就是製作好的餐點 如果能夠得到大家的認同 可以分享製作的方法 最後就是友善大利物 就是和所採用的食材 都是和這些小農 能夠讓他們配合 讓他們能夠生存 也讓地球能夠用友善的種子 一般我們在餐廳裡面 吃猴頭菇都是很貴 而且都是好少的量 吃得很過癮 所以我就想把猴頭菇把它評價化 也就是把猴頭菇用在各種餐點的食材 只要能夠提升那個餐點的味道 而且猴頭菇是因為在蔬菜界的LV 我做到了 就是把猴頭菇的套餐 讓它能夠比較 讓大家平民可以享用 阿竹竹有特地幫我們準備了這個 他們的招牌菜 猴頭菇炒飯 那我們現在立馬就來試試看 看一下這個 會多嗎 有人吃完之後 要走出去說 他吃了會很感動 他說我知道素食可以這樣做 因為我吃到這個 猴頭菇炒飯裡面 非常 非常多的口感啊 有非常多 還有 猴頭菇很像肉感的一個嚼勁 然後又有像蔬食那種清脆的口感 加上亞洲人最喜歡的米飯 這些東西混在一起 在我們最發明就是 絕像 為了適應讓大家 這些常客 來常常來吃的過程裡面 有些變化和新鮮感 可能我們在笑死的書 就有一個 電裝店的型態出現 它的名字也聽到這樣 我們用日常 嗨 嗨 喲娜 想問一下你們是怎麼跟蛋飯做一個區別呢 如果說是區別的話 我們其實 並沒有真的是特別想要賣 就是真的是五星素或蛋白素這件事情 我們希望有一個食物去推動 因為我們希望是 盡量去動物性的這個元素 來做一個 就是一個主軸 食物是一個媒介 中心裡面是希望大家是可以 互相尊重 互相保養 可是因為我們其實本身自己沒有吃 但是我們還是做素食料理 是希望有一種是跟 就是 肉食者跟素食者之間的橋樑 然後希望可以多一點人來吃素食 就是多吃一餐素食 就少吃一餐肉嘛 就希望大家可以慢慢就是減碳 然後就是一個環保的裡面 希望可以就是大家多吃素 沒錯 好 今天非常謝謝大飯1911的熱情超大 那如果有喜歡蔬食的朋友 歡迎關注我們蔬食A計畫 那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塔幔